大家好 這個自動架的車是由我們 ARDC車輛中間自己研發的自動架的車 第一個看到這個畫面 是去偵測車道線 待會我會先展示車道跟隨的系統 我可以透過這個人機介面 或是這邊這個手機 去下載R開自動架這邊 那我們現在先讓行動開始 這個要嗎 那看起來像螺絲欸 對啊 現在這個是自動架 然後正式到前方有一個行人出現 去做一個沙滴的動作 他就先辨識那行人 我們辨識行人的話除了可以透過前方有一個攝影機 那攝影機有兩個動作 一個是去抓車道線 然後一個是去抓行人 然後3D LIDAR是去做一個 比較完整的周邊環境的辨識 像前方就會有 不知道我們前面有故障車或是一個半速車 那我們就先做道路轉換的控制 讓車輛可以 做道路轉換之後呢 繼續做自動架駛 那他在轉換完之後 會再去抓車道線 然後讓車子可以繼續做自動架駛這樣 那當 整個道路轉換的系統 就是 變成說 車子已經離開了這台 路上車或慢速車的放回車 那種 我就會再回到原本的車道上這樣 轉換的時候一定會這種浪 對 轉換因為 道路轉換的時候是為了要 車身動態我們安全的問題 所以我們會把車座放慢一點 那一方面因為在 是 那個高五座車 他的穩定性比較 他剛好秀到一個Danger的畫面是指說 他這兩島出的線是指我的輪胎 然後旁邊那個線是撞到車下去 那他輪胎說 如果我認為說你們 他有天出收到文獻 我就會秀一個Danger的畫面在這邊 對 那一方面是 作為道路 車水系統的 一個感測的來源 然後一方面也可以秀為駕駛者說 就是他如果在自己駕駛的時候 可以知道說 喔自己是不是 有分心可以測到 然後去做一些 像那個 情報的情形這樣子 對 那在這邊 車速比較慢 就是因為我們有 路徑上會有一個路置型的回轉 那這個 路徑跟定位是有一個 我們自己開發一個協同式定位 那協同式定位就是說 我們 用 像輪數 車上輪數 然後還有 環境一些AppleTech FID 然後還有商用GPS 我們去做一些 定位資訊的融合 然後讓車子可以 他就是 改善說 我們一般GPS 會有的那個定位上的誤差 那 他的軌跡是像 我們到航的時候 會 我們要從假地到雨地 就會有一條路徑出來 他是去跟隨那個 規劃出來的 路徑 去做 定位跟路徑的 控制 好 這邊車速比較慢 一些上波的關係 然後他 辨別說 我現在穩定了 在車道上 然後前方扇上二五的時候 他待會會會乘出夾塊 他待會會會乘出夾塊 那個 向前方 有一個 三立大拉 我們去做 環境的掃描的時候 會本來說 這邊是一個 道路施工的環境 然後去做 道路轉換 來避開這個施工的地帶 好 我們現在抓到艙現在 繼續做 車道分子 那待會我們做自動停車 還有 無線充電的展示 之後 我不會有 我今天沒有看到 兩位 都要說 有不少 有那麼多 就沒有 一起跳 我們 透過 進步一下 浴室 超過一般車的路面 然後我們跟三平台廊去做法 去電點說車的問題 再說我車上的路徑 去做阿古徑的最終這樣 我們無線充電板不會用搬的原因 一般來說無線充電板都是買在地底下的 那因為這邊是沒有辦法施工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會用來把它搬到最後 這邊會再修無線充電好不好 就會開始做無線充電 充電量比較低 是因為我們現在電池還蠻薄的 一般來說電池比較薄的時候 你做充電 它電流會比較小 這樣 謝謝